哎呀呀呀 妈 现在连你眼睛子都挤了 可是白妈媳妇 这人可不一般 她是我们参加这次 全市出镜小面50强的评委之一 也是百万粉丝的美食博主 她对味道的要求 那是相当的挑剔 咋了 老板 你这砸将严官司打翻的吧 差点没喝死我 不能够啊 我慕名而来 败幸而归 这也没问题啊 这美女应该是山洁海贝吃多了 路边她吃不惯 咱再找个顾客试试 这么难吃 都吃苦了 好 谢谢你们 你们让我尝到了家的味道 我就说嘛 我是姥姥带大的 姥姥眼睛不好 有一次给我做炸酱面 炸的酱料是又重又咸 跟这碗面条一模一样 我姥姥已经去世了 但是你们今天让我尝到了姥姥的味道 太多了咸 完了媳妇 我吃不出味了 我的日子不多了 瞎说啥呢 丢了味觉又不是丢了命 我是说 你咱们小妹 冲进五十强的日子不多了 我不能输 这事你还当真了 你不玩游戏 我都也没考上大学 就是一个卖面条的 是 你爹我就是个卖面条的 但是我要把我的小妹 卖进五十强 你要他卖进五十强 我就扛上九八五 谁怕谁 我不能让咱儿子瞧不起我 我是厨师 没了味觉 就跟士兵上战场没了枪 一个道理 什么 面部神经受损引起的味觉失了 这 那这好吗 应该可以 那得需要多长时间啊 快的话各晚月吧 慢的话三五个月也有可能 慢了 来不及了 阿凤 是不是那天 麦莎 你过马路得注意车 这多让人担心啊这 谁让你担心了 都给我闲事 杂浆没有了 来碗小面成吧 行 马上来啊 是你啊 就是你 那天在马路牙子 是你推的我 我现在是这一趟那一趟 全身都不舒服 你得对我负责任 不是那天明明是我救了你 你怎么还 额上我了呀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